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算我们这样呢 对市场的这一轮大级别的调整 非常早就预见 并下了结论 还是市场的走势呢 其实更为凶险一点了 那么周末呢 市场都在刷屏 但兵呢 把这个股票呢 基本上算是平仓或清仓吧 减到90% 剩10% 基本上就算是清仓了 像大机构来讲 所谓的清仓呢 也不是说一股不留才叫清仓 那是散户的做法 对吧 麦当的只剩10% 那肯定呢 就可以说是清仓了 那么我觉得呢 对这件事呢 既要重视 又不要呢 这个过度解读 我周末为什么会写一写 就是希望呢 给市场提供一种 中性一点的看法 你跟淡冰总呢 也不能说很熟 不能说很熟 因为他在深圳 我在北京 但是呢 打交道的时间也很长 十来年的时间 他也出席过我们 华夏之声做的活动 对吧 也捧场过 我也采访过他很多次 平时呢 在微博上面呢 也互相关注 他也经常的会转我 写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交情呢 多少是有一点的 但是不能够说很熟 这个我们要说一下 那为什么会讲呢 就是主要呢 就是市场呢 有点过度解读 不管是你觉得这件事呢 一笑了之 还是这件事呢 无限放大 我觉得都是过度解读 都是不准确的 首先呢 他的平仓呢 是带有被动性 就是他当时的情况 我猜测 我也没有去验证啊 他如果觉得不一样的 可以这个做些 这个不同的 这个东西拿出来 我觉得呢 就是第一来讲呢 他这个平仓呢 是偏向于 是一个被动此证 因为当时呢 所面对的选择 大致 只有呢 就是就等下去 就报死等下去 那么从后面的走势来讲呢 那肯定是报仓 因为如果说 他是在月底的时候呢 减仓的话 那后面呢 还创新低啊 对吧 春节后 第一个阶段 也是往下走的 也没有马上反弹 那照那个架势 走下去的话呢 就是不平仓 那就报仓 还不用说到反弹 预阻以后 回来的这波 3021的这波 在3021之前 他可能有很多产品 就会有 报仓的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留给他的选择呢 其实是不多的 留给他的选择呢 是在更早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说市场 可能有危险的时候 讲说抱团 这个持续不下去的时候 讲白酒 其实也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是有选择的 他给在相对高位呢 有退出的机会 但是呢 他在那个时候呢 是没有做大动作嘛 那到月底的时候呢 就没有太多的选择 一 就是平仓出来 在报仓之前平仓出来 这样的投资人是有选择 就是可以选择留下 或者选择输回 他做了一个选择 然后投资人呢 有紧接着呢 有两个选择 退出或者留下 不然的话呢 就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他也没得选择 就是会遇到的 不少产品会有报仓的问题 而投资人也没有的选择 因为报仓了 就只有平仓 拿钱走人 这个将亏损的变成事实 所以呢 我觉得他的做法本身的是 第一呢 是已经没有太多选择 但是呢 他勉强做了一下选择 他这个选择呢 让投资人呢 勉强有了这个选择 留下 或者把钱拿回去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已经很被动 也错过了最好的推出机会 这个呢 其实是很需要的总结的 哪怕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 哪怕呢 作为一个成功了 二三十年的投资人 在面对市场的时候呢 都是渺小的 都是要有敬畏的 这是第一个要总结的地方